我手上拿著兩條SSD 這條就是Intel 660P 這條就是ADATA的SX 6000 Lite 兩條都一TB 這條大概一千元 這條特價八百八十八元 哪條快點哪條慢點 我們現在來試一試 這條Intel 660P SSD 就用這個QLC的Land Flash 而至於ADATA的SX 6000 Lite 就是TLC 保養價錢也有少許分別 大家在錄片就可以看到 速度方面 Intel那條就聲稱自己有 1800MbW 1800MbW 而ADATA的 1200MbW 1800MbW 看到ADATA好像是慢一點 到底實際試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現在來試一試 首先測試的是ADATA的SX 6000 Lite 用Crystal Disk Mining 1GB至32GB都試均勻了 基本上連續讀取方面 都超過1800MbW 去到16GB和32GB的測試 就跌了少許 1700MbW左右 寫入基本上都超班 去到1240MbW左右 比GooFunders高了少許 沒有去變 換條Intel賽再跑多次 一樣由1GB搞到32GB 讀取方面 1935Mb左右 而寫入是1800MbW左右 同樣沒有去變 那究竟 這個SSD 如果用了一段時間後 會不會越寫越慢呢 我們再進入一個深入一點的測試 為了模擬一般用家的使用環境 來試一下它會不會跌速呢 我們會分別測試 SSD在沒有使用 使用了200GB 400GB 600GB 800GB之後 它的寫入速度有沒有分別 在A-DATA SX6000Lin 在急點的時候 連續寫了200GB 都沒有跌速 速度依然維持在1200Mbps左右 於是我們就 塞了200GB 在SSD裡面 讓它休息半小時 再試一次 塞了200GB 速度一樣沒有變 到第三次測試 這條SSD裡面 已經塞了400GB檔案 如果我們再塞200GB 究竟會不會慢呢 當我們寫了90GB 即是SSD用了490GB 速度突然間有變化 速度就跌到250MB左右 完成了這個測試 SSD已經塞了600GB檔案 已經超出了這條SSD的一半容量 我們讓它休息了一個小時 再做多次測試 我們現在再寫多200GB 這次去到44GB左右 速度又開始跌下來了 同樣跌到250MB左右 去到最後 SSD已經寫了800GB檔案 我們將緊緣那幾GB 寫進去 速度去到48GB左右 一樣會有跌的情況 可能有人說 A-DATA做特價 肯定是便宜沒有好 好東西沒有便宜 買一條貴少少的Intel 貴少少的Intel 是不是真的會穩定一點 快一點呢 我們又試一試 換了一條Intel 我們試一下 急調的時候 寫200GB檔案 看看會不會跌速 誰不知一寫下去 寫600多GB檔案 便會跌速 一跌 還要跌到90MB 我等了很久才試用這個PASS 我自己也有點嚇到 很辛苦寫完這200GB 讓它攤了兩個小時後 我們試一下再寫第二次 200GB下去 誰知今次更差 寫到81GB左右 又開始跌速 如是者我們一路試 一路試一路試 當SSD寫了800GB的時候 我們再試一下寫多8多GB下去 今次呢 寫了7GB便會跌速 換句話說 Intel每次一跌速 就跌到100MB以下 相比AIDATA SX6000LIT 它怎樣跌 都由250MB 其實它的跌速問題 很多人都說過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用QLC 加上它的SLC Cache 設計問題 所以當你的好用空間 越少的時候 跌速的情況 越早會出現 複雜的東西 我就不在這裡說那麼多了 看完測試之後 究竟買一條便宜 還是貴的呢 自己想想 香港888元的BOMOTION 好像還有